每次在康熙提帥哥經典的時候 你都提精神武 你沒有半次提過林志穎 沒有嗎 好像是耶 我有看 有啦… 不過我常常看到那個 有個電視那個屏幕 常常在播賽車的那個 對 就是我另外一個節目 百分百 那次是林志穎幫你當那個 賽車的教練對不對 對 所以當時開的速度 是他指導下的結果 沒有 不是… 他一上車說 我不要死… 我說那不要死就慢慢開囉 因為我覺得開車是這樣子 不要去超出你自己的能力範圍 之內都是安全的 對 我就說我不要死 而且我不想拿第一名 我就想要安全的回家 他說那你就一直踩煞車就好了 所以整個比賽我都在踩煞車 我覺得我忙的事情真的滿多 因為我覺得我的興趣 真的太多了 像我比賽 我現在是目前簽約給大陸的 一個最大的車隊 那職業在幫他們比賽的 我算是在... 算是職業車手在領薪水比賽 那目前排名我想 中國前八強我想應該是沒問題 真的耶 對 所以職業車手薪水高嗎 我想應該跟我現在的演藝事業 因為我基本上賽車 我把它當作是自己一個事業 在看待 所以基本上現在我的賽車事業 跟演藝事業其實是差不多了 他很厲害耶 前八強很厲害耶 還可以啦 練的啦 其實我剛開始投入賽車 其實也算滿辛苦的 因為藝人畢竟做賽車這個東西 人家會覺得好像只是在玩票啦 那可能只是炫耀自己的一些東西 但是在我認為 我覺得賽車給我的感覺 我是很執著 我真的很喜歡 從來沒有 因為自己當了偶像之後 就覺得說只要很漂亮 然後受歡迎就好了 就你還是會玩這些 你愛玩的東西 可能自己的一個興趣吧 就像很多人會問我說 你可能出道這麼多年了 可能自己的心態啦 可能狀況都還是 好像都沒有什麼改變 那我覺得 可能是因為自己的一個心態 我覺得我一直停留在我剛出道 剛出道的心態 喜歡的東西 愛玩的東西 我覺得都還是一樣 可能保持一個很良好的心態 維持到現在吧 XO醬不簡單 它必須要入住澎湖喜來登總統套房 你才可以吃到 嘗上這麼一口的 頂級XO醬 好 掃描這個QR code 或者要上快點購 你就可以享有折扣 把頂級的XO醬給帶回家